马齐 复查马齐 神力四朝三朝宰相 乃兮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官场长青术 雍正五年 雍正皇帝亲自下令将马齐的侍女复查氏 指婚给当时的皇嗣子弘历 复查氏其为乾隆朝著名的复查皇后 乾隆朝全臣复查复衡的姐姐 复查福康安的姑姑 出生于顺治朝 掌权于康熙朝 延伸于雍正朝 并与乾隆朝带领整个复查家族走向巅峰 历史上的马齐绝对不容小觑 雍正皇朝中的马齐同样并非御史昏溃 见风使舵的负面形象 而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所在 康熙六十一年冬 康熙皇帝驾崩于畅春元 并传位于皇嗣子应征 视为雍正皇帝 只是雍正皇帝的登基 对于时任上书房大臣的马齐而言 并非什么好事 毕竟是巴野党的成员 毕竟明确拥护过印司上位 要说雍正皇帝丝毫没有猜忌 马齐自己都不信 也就是说 此时的马齐仍在雍正皇帝的考察之中 表现好了你还是上书房大臣 虽然不会得到额外的恩宠 但最起码能够实现平稳着陆 毕竟雍正皇帝同样需要一位老资格的满臣 留在上书房 争取满足薰贵的支持 但如果表现不好 雍正皇帝很快就会展开清算行动 整个复查家族都会就此落败 命马齐前往城外传旨 就是雍正皇帝刻意安排的一次考验 更是马齐就此改变形象 甚至彻底改变自己于雍正皇帝心中地位的巅峰操作 雍正皇帝登基以后 随其下令召回远在西北带兵的印提 回京奔丧 但印提的身边除了有图里称的随行队伍 身后还有年功耀的绿营武装 本就一心应征夺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皇位 眼见雍正皇帝如此安排 印提更是坐实了自己的猜想 所以这道圣旨不好传 全看马齐如何操作 第一次宣布 印提端坐马上 文字不动 面对印提的嚣张 马齐心中早有准备 但这一次马齐不会惯着印提 甚至还要借着这个机会 彻底和巴掖党决定 就让身后的图里称将自己的态度带回去 带给雍正皇帝 以争取雍正皇帝的重新信任 所以马齐微微策了一下头 看向了图里称 他不贵 你也不贵 他抗旨 你也抗旨 这个时候 马齐必须先证明这道圣旨的至高权威 然后才能给予印提 硬行命令 让图里称赶紧下马跪接 就是这个目的 等到图里称跪下 马齐提高了圣经 重新发话 意思很明确 我们都认可这道圣旨的权威性 更是共同拥护当今的皇上 皇上有指 你就必须下马跪接 这就是马齐的态度 这就是马齐和巴掖党决裂 然后拼命向雍正皇帝靠拢的态度 印提当然不服 甚至还直接给出了挑衅 皇上 哪个皇上 康熙皇帝依然驾崩 雍正皇帝刚刚登基 印提此言并非疑问 而是故意挑衅 甚至直接明确了自己并不承认所谓的雍正皇权 注意 这是雍正皇帝继位以来 首次公开出现继位合法性的质疑 如果处理不好 必将带来诸多后患 更会被雍正皇帝彻底打上对立面的标签 更为关键的是 这个质疑是印提给出的 印提又是巴掖党的中间力量 马齐处理不好 怕是再也难以撇清自己和巴掖党的关系 雍正皇帝当然清楚印提不会乖乖听话 他之所以让马齐先来宣旨 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 针对印提 抗旨就是罪 抗旨就是我拿捏你的最好把柄 但凡我想处置你 这个理由就是现成的 再者 针对马齐 我就想看看你会如何面对抗旨的印提 彻底弄清你的战费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一句话 几乎能够决定马齐乃至整个复查家族的命运 一句话 解释了雍正皇帝的继位和法姓 凤遗诏 克成大统 一句话 直奔印提给出了威胁 如果不承认雍正皇权 你可能会丢掉先帝皇子的身份 甚至可能会丢掉爱心觉罗的姓氏 基本就是逐出欲叠 删除族谱 你看着办 一句话 马齐不仅表明了自己的拥护态度 更是坚定战位雍正皇帝 毅然面对一切质疑乃至反对声音 有了这句话 印提就得乖乖跪下 雍正皇帝必然会对马齐有一个根本改观 印提还能说什么 只能赶紧下跪 卓十四倍子隐提今晚在陆河展宋 明日进京叩拜先帝领位 钦此 文廷如此圣旨 刚刚被压制的印提再度爆起 我千里奔丧 到了城外 却不让我进去叩拜先帝领位 这是什么旨意 我们再看马齐给出了反应 十四爷 皇上念您一路奔波 叫您在陆河一江西一晚 明日好进京叩拜先帝领位 这原是一片好意吗 注意 称呼变了 从原来的十四倍子变成了十四爷 从官方称呼转向了日常教法 不仅是感情的底增 更是情绪的转变 刚刚只是公式 大是大非面前 我必须坚持 我必须拥护雍正皇权 现在有了私事 牵扯到了硬提和硬针的兄弟感情 我就得缓和一下 尽可能帮着两位领导缓和关系 但马齐给出的解释 全是帮着雍正皇帝说话 到底坚持住了自己的基本态度 如果这个时候 再有外人质疑我英明的雍正皇帝 你再看我如何表现 这是什么好意 父亲死了 却不许儿子去奔丧 破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这是谁 竟敢如此放肆 土力神 在 抵我拿下 这 谁敢 你懂什么 再多嘴 我用鞭子抽 我管你是谁 我管你和雍正皇帝什么关系 只要你敢说出一句不利于雍正皇帝的话 我就必须强调自己的态度和战位 硬提是领导的弟弟 我能好言相劝 其他人呢 谁都不行 当然 乔颖帝同样并非等闲之辈 乔上站着大前的官员 你可以不认识 官员手里拿着圣旨 你可以不认识 但马其又是大型皇帝 又是当今皇上的反复强调 你真就不知道硬提是何身份 他当然清楚 但正义如此 乔颖帝才会如此胆大 才会主动挑战马其 甚至圣旨的权威 逼着硬提救自己 逼着硬提和自己产生强烈的共鸣 进而实现自己最终的目的 然后 硬提当然不会遵旨而行 直接就奔向了京城 硬提为何就敢如此嚣张 皆因他钻了制度的空子 甚至还抱有幻想 指望着留在京城的八野党 能够趁此机会扭转局面 甚至颠倒结果 自进城内 硬提的一句话 就道明了自己的优势 康熙皇帝刚刚驾崩 雍正皇帝虽有一兆加职 但毕竟尚未通报天下 更没有举行正式的登基大典 从流程上看 此时的雍正皇帝还只是储君而已 并不能自称皇上 更不能公然下旨 但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 谁也不会介意 更没人敢追究 偏偏硬提抓住了这个把柄 仗着自己大将军王的身份 开始横冲直撞 甚至妄图颠覆雍正皇权 奈何作为九子夺敌的最终胜处者 雍正皇帝有着教职硬提 更为周密 而且完备的应对办法 就好像硬提大闹康熙临堂的时候 雍正皇帝正在干什么 收拢自己的力量 巩固自己的势力 各省的国库窥空 必须现去追悔 皇上 奴才宝举一人 定能胜任 谁啊 诺民 是不是曾在香白旗下 认过户部主是那个诺民呢 皇上好记情 这诺民在户部的时候 因为顶撞了八爷 因此被冷落了多年 但是就是这个诺民 机密练他 实在是个理财的能手 注意 自江南镇灾以后 皇四子应征长期监管户部工作 自然对户部的官员最是熟悉 如果诺民真如龙科多所说 应征为何就没能发现 或者应征为何就没能让其迅速升迁 可就算如此 哪怕张廷语有了明显的阻拦动作 但我们再看雍正皇帝给出的反应 好 只要是人才 朕就不惜破格录用他 我看这个山西巡抚啊 就让诺民去 从户部主是直接升至山西巡抚 属实属于破格提拔 但问题的关键并非如此 而是雍正皇帝明知道诺民不行 可龙科多敢举荐 他就敢搭定 甚至罔顾张廷语的态度 原因何在 新朝一时朝局不混 雍正皇帝想要站稳脚跟 就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力量 张廷语是自己人 但龙科多却有着摇摆可能 这个时候必须给予充分尊重 必须让龙科多牢牢绑在自己的船上 有了印象的加持 再有了龙科多的站位 硬提也好 硬撕也罢 最多就只是闹闹 翻不出什么浪华 更改变不了什么天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盏 再费 再费 再费